潘展乐的直言不讳 把网友们给看乐了 还调侃到 19岁 正是爱告状的年纪 要知道咱们国家的运动员接受采访 基本主打的就是两个字 谦虚 各种场面化 是张口就来 比如前几天 日本队在乒乓球混双比赛中 报朗书给朝鲜队之后 孙颖莎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日本组合的出局 却是挺让人意外的 不过这也说明 能够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没有一个是弱者 奥运场尚无弱者 这句话 就很好地展现了 他作为世界第一的谦虚 但同样是世界排名第一 游泳运动员潘展乐 却是相当耿直 8月1日 在比完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之后 潘展乐在采访中语出惊人 他说 感觉外国运动员 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透露了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 是在比完4成100米的接力赛之后 他和澳大利亚的运动员 查尔莫斯打招呼 没想到对方竟然理都没理他 第二个细节 则是美国队的阿列克西 在训练的时候 好像是在故意做翻滚的动作 往中国队教练的身上溅水花 说起这些细节 潘展乐似乎还有些纷纷不平 但外国运动的瞧不起 何止这些 前两年 美国教练戴逊潘展乐的时候 建议他改练200米的混合泳 还表示中国人练100米自由泳 压根没有前途 这让他很不爽 而在巴黎奥运会正式开始之前 美国就在提前预期100米自由泳的最后赢家 提到欧美的运动员 他们是各种的赞叹和肯定 可说起潘展乐 他们却是不屑的 海洋言他太鲜弱了 欧美运动员的一个浪花 就能把他给打翻 面对欧美的这些傲慢和偏见 潘展乐最终用实力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8月1日凌晨4点 白米飞鱼比赛的发令枪 在巴黎夜空响起 潘展乐以0.62秒的出发反应 迅速拔得逃潮 在转身进入后半程比赛时 又拉开了和其他人的距离 同时也开始发力 游玩前半程 潘展乐第一个转身 拉开了和其他人的距离 同时也开始发力 到达终点时 他以46秒40的全新世界记录 强势拿下了这枚金牌 世界飞鱼 属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 他比位于第二名的欧美运动员 还快了1.08秒 一秒的时间转瞬即逝 但放在白米自由泳中 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前 要知道 欧美一直宣传他们的身体素质 优于亚洲人 这1.08秒 无疑打破了他们的自吹自擂 赛后 现场名将集体红温 满脸难以置信 外网媒体更是破大方 垃圾画一堆一堆的 哎呀 这一次 可真是国人们最爱的打脸剧本 照尽现实了 书归正传 也正是因为这1.08秒意义巨大 所以在攀展了第一个冲向终点的时候 解说袁赵金是直接嘶吼了起来 恨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而屏幕外的网友们 也同样激动不已 有网友说 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堪比当年的流响 还有网友惊叹 地上博尔特 水中攀展了 可想而知 这枚金牌的重大意义 那么 这枚金牌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大呢 恐怕只有四个字才能说明 那就是超乎想象 正如潘展乐所说的 这枚金牌对于他 意义不大 但对于国家 意义重大 首先 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 斩获的第一枚金牌 在打破游泳队零金牌的尴尬境地的同时 也给游泳队的队员打了一针强心计 众所周知 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 网上就有爆料 称中国队被区别对待了 以至于中国队得不到充足的休息 从而没能及时调整时差 这也导致游泳项目开始比赛之后 中国队游出了史上最差的成绩 比如 昔日在世界杯 世锦赛 亚运会拿下过挖泳冠军的秦海洋 如今竟然连决赛都没进去 曾在东京奥运会拿下跌泳金牌的张雨飞 这一次的100米跌泳比赛中 只获得了第三名 离谱的是 外国运动员依旧在针对他们 澳大利亚运动员说 如果秦海洋获得金牌 那么他会公开抗议 美国队对原则 明目张胆的巴林张雨飞 合照时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这种种区别对待 导致国内是民怨沸腾 运动员压力倍增 好在 这一次攀展了突围成功了 他的成功减轻了大家的压力 也让所有人看见了突围的希望 其次这个项目一直被欧美选手长期统治 从1895年的第一届奥运会开始 获得该项目冠军的毫无例外都是欧美运动员 日本的宫崎康尔倒是曾在这个项目上拿过金牌 但是这已经是将近100年前的事情了 甚至在1956年之后的连续16届奥运会 该项目的决赛都没有亚洲人的身影 宁泽涛曾在2015年的游泳市锦赛中 拿下了100米自由泳的冠军 可惜的是一年后的李约 他依旧没能进入决赛 创造历史 所以 潘展露不仅打破了欧美的垄断 成为第二个拿下奥运冠军的亚洲人 他所创下的记录 更让欧美运动员难以望其向背 47秒 是100米自由泳的天欠 在100多年的时间里 全世界运动员游近47秒 只有11次 而这11次里 潘展露个人就已经独占了6次 还超过其他运动员的总和 如此娇人的成绩 让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 韩国都愈有容颜 日本网友称他是亚洲的骄傲 韩国媒体则表示 他的夺冠尤为珍贵 但相比于亚洲的和乐 欧美网友却集体破防了 在潘展露夺冠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开始了各种泼脏水的行为 甚至 外国媒体直接当着潘展露的面 质疑起了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面对质疑 潘展露也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梗直 他说 去年接受的29次检查 全都是阴性 今年冠军赛的21次检查 也没有问题 今天还进行了第二次赛内检查 想必结果就是最好的回答 俗话说得好 深正不怕影子歪 光明美罗拿到的冠军 难道还怕了国外的痴妹王俩 从这也可以看出 潘展露非常清醒 已清楚地知道 如今中国游泳队所面临的处境 因此 赛后他在个人账号发文 表示自己的背后 站着强大的中国队 而金牌 则献给伟大的祖国 这番发言 无疑是在给队友加油打气 也表达了自己为国争光的自豪 还有三天 潘展露就要赢来20岁的生日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 他接受采访时曾许下了一个愿望 那就是20岁生日举行的婚戒比赛 能干尽46秒 他还说 目标可以随便定 但努力是自己的事情 如今在被问及生日愿望 他更表示先为国 再为家 清醒 有豪情 有血性 所以他的胜利 才会如此地令人动容 回想十年前 潘展露曾把孙杨当成偶像 集资感的目标 并在采访中表示 以后要比孙杨游得快 十年后 他做到了 潘展露的惊人崛起 最近在体育这个大舞台上 发生了一件超级震撼的事 那就是潘展露在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经验表现 这可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而是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时刻 潘展露 这个名字或许在之前还没有像那些体育巨星一样被大家熟知 但就在这一瞬间 他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 想象一下 那个发令枪响起的瞬间 整个世界仿佛都屏住了呼吸 而潘展露就像一条离弦之剑 迅速地冲入水中 那速度 那气势 简直让人热血沸腾 他的每一次滑水 都带着无尽的力量 每一次呼吸 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念 他的身姿在水中穿梭 犹如一道闪电 瞬间照亮了整个赛场 他的肌肉线条在水中若隐若现 每一块肌肉都在为胜利而发力 他的出现 就像是一颗突然爆发的超新星 瞬间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冲刺 都充满了激情和决心 而他赛后的言论 更是让人们看到了 他内心的坚定和对不公的抗争 朋友们 这就是潘展露 一个在体育赛场上 创造奇迹的英雄 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我们有幸成为了见证者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 他背后的故事 感受这场体育盛宴的魅力 游泳赛场的风云变化 说起游泳这项运动 那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从古代的人们在水中嬉戏 求生 到现代成为一项备受瞩目的竞技体育项目 游泳经历了无数的变革和发展 在国际游泳赛事中 欧美国家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他们拥有先进的训练设施 科学的训练方法 以及众多优秀的运动员 这些因素使得欧美运动员 在游泳项目上屡屡斩获佳绩 长期垄断着各种大赛的奖牌 而亚洲运动员在游泳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晚 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洲选手们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逐渐在国际泳坛展露头角 这次巴黎奥运会 举办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 这座充满艺术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被游泳比赛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然而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 这里不仅仅是展现风采的舞台 更是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战场 潘展露 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中国运动员 他带着对游泳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 站在了这个世界瞩目的舞台上 他知道 自己肩负着无数人的期望 也明白要在这样的大赛中脱颖而出 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他曾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 有人说亚洲人的身体素质不适合游泳项目 有人说中国运动员难以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但潘展露从未被这些声音所干扰 他坚信自己的能力 不断地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泳池中的巅峰对决 巴黎奥运会100米自由泳的比赛现场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选手们站在起跳台上 神情专注 肌肉紧绷 等待着那决定命运的一刻 潘展露目光坚定 心中毫无杂念 当发令枪响 他像一颗炮弹般入水 入水的瞬间 水花贝亚的几滴 展现出了他出色的入水技巧 在前半程 潘展露就展现出了超强的爆发力 他的滑水频率快而有力 每一次的动作都干净利落 他紧紧地盯着前方 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冲在最前面 他的手臂像风车一样快速转动 双腿有力地打水 推动着身体在水中飞速前进 转身进入后半程 潘展露的优势更加明显 他调整呼吸 加大了滑水的幅度 速度再次提升 此时 其他选手都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完全沉浸在比赛中 外界的一切干扰都与他无关 在冲刺阶段 潘展露拼尽了全力 他的身体如同一条飞鱼 快速地冲向终点 他的面部表情 因极度地专注和用力而显得有些扭曲 但这更展现出了他的拼搏精神 最终 他以46秒40的全新世界记录 第一个触碰到了尺壁 这一路上 潘展露展现出了 折月的战术和技巧 他合理地分配了体力 在关键时刻能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他的游泳动作流畅自然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平日里刻苦的训练和对技术的不断钻研 他在训练中一次次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断改进自己的动作和战术 为的就是在赛场上能够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荣耀于挑战并存 潘展露的夺冠 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 他不仅打破了世界记录 还以领先第二名1.08秒的巨大优势 强势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对于潘展露个人而言 他成为了第二个拿下奥运该项目冠军的亚洲人 这一荣誉让他站在了世界游泳的巅峰 他的名字将被铭记在有勇史册上 成为激励无数后来者的榜样 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多年来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 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这次夺冠是对他所有付出的最好回报 然而这一胜利并非仅仅属于他个人 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 这是本届奥运会上斩获的第一枚金牌 打破了此前零金牌的尴尬局面 这枚金牌犹如一针抢心计 给整个队伍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中国游泳队在之前的比赛中 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压力 这次潘展乐的胜利 无疑为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队员们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也更加坚定地追求卓越的信念 但同时 欧美方面的反应也给潘展乐 和中国游泳队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美网友的集体破防 和外国媒体对金牌含金量的质疑 无疑是一种压力和挑衅 不过 正是这种挑战 也将成为潘展乐和中国游泳队继续前进的动力 他们需要用更加出色的表现 来回应这些质疑 捍卫自己的荣誉 他们将以这次胜利为起点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相信在潘展乐的带领下 中国游泳队将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多辉煌的成绩 改变体育格局的力量 潘展乐的这次夺冠 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团队的范畴 在亚洲范围内 他的成功为亚洲游泳运动员树立了新的标杆 让日本、韩国等国家看到了 亚洲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激励着更多亚洲选手勇敢地挑战欧美强国的统治地位 亚洲各国的游泳队可能会加大对游泳项目的投入 培养更多优秀的运动员 同时也会促进亚洲各国之间在游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提升亚洲游泳的整体水平 从全球体育格局来看 潘展乐的突破打破了欧美国家在100米自由泳项目上的长期垄断 这使得国际游泳界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多元化 促进了各国在游泳项目上的投入和发展 其他国家的游泳队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战术 寻找新的突破点 这将推动整个游泳运动的发展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他的故事也向世界证明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挑战和突破 无论来自哪里 只要有梦想 有努力 就能够创造奇迹 潘展乐的成功 为全球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相信在未来 会有更多像潘展乐这样的运动员 勇敢地挑战传统 为体育事业带来新的辉煌 而我们 也将继续见证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百米自由游 一直被视为游泳项目中的皇冠 也是欧美选手长期统治的项目 一百多年来 无数亚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发起冲击 却始终无法撼动欧美的八主地位 潘展乐 这个来自浙江温州的少年 决心挑战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预赛 半决赛 潘展乐一路过关斩将 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决赛的枪声终于打响 潘展乐像离闲之剑般冲出 入水的那一刻 仿佛一条蛟龙入海 是不可的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他的速度 更是让所有人惊叹 最终 他以46秒40的成绩 第一个触碰终点 打破了世界纪录 也打破了欧美选手 对这个项目的垄断 那一刻 整个泳池都沸腾了 观众席上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欢呼声 呐喊声响彻云霄 电视机前 无数国人为之欢呼 为之自豪 潘展乐 这个年仅19岁的少年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已向世界宣告 中国游泳来了 胜利的喜悦背后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在潘展乐夺冠后 一些外媒开始质疑他的成绩 甚至怀疑他服用了兴奋剂 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 潘展乐没有回避 他选择了正面回应 他说 我接受过无数次要件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阴性 我相信轻止自轻 我的成绩是靠实力拼来得经的 其任何考验 潘展乐的这番话 之地有声 铿锵有力 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他的胜利 不仅是个人实力的体现 更是中国体育精神的彰显 在这个更快 更高 更强的舞台上 中国运动员 用他们的汗水和拼搏 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崛起 潘展乐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对于这位年轻的泳池肺域来说 这枚金牌只是一个开始 他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赛场上 他会继续创造奇迹 为中国游泳 也为中国体育赢得更多的荣誉 感谢观看